情人反撞 共一生不及明天 留下你再熟悉每一季 引致这一段情 修了 不好意思啊 水没长眼睛 怎么就泼你身上了 真浪费 对不起啊 我的水也没长眼睛 你 你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被冻什么知道要开除的 你别以为姚姐放过你 你就都混下去 你给我等着 好了好了 别打了 神气什么呀 好吧 是 是的 好看吗 嗯 好看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镯子 妈妈戴着最好看了 嗯 你一定要把这个镯子收好 当你遇到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时候 就把这个镯子送给他 妈妈 什么叫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啊 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就是在你最伤心 最难过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你想竭尽一切能力 想要去保护 去负责的那个人 那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是妈妈 我要保护妈妈 你必须要保护妈妈 可是妈妈 总有一天会老去 你要记住 当你碰到那个女孩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她 你要像你爸爸一样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 妈妈希望你能来实现 好吗 妈妈 你别哭 阿尔答应你 答应你就是了 帮我把这个交给锦绣 二爷 唐海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 干吗去啊 金灵姑娘 又是你啊 我现在正替二爷送定情信物去呢 这个可是二爷他母亲 指定给我们未来大嫂的 你说这事行不行啊 二爷吩咐我 把他交给锦绣姑娘 我想啊 金灵你也该收手了 别整天跟个无头苍蝇似的 在我们宁愿转过来转过去的 我跟你说了 我急着办正事去呢 容锦绣 又是你 是你找我 嫂子 锦绣姑娘 我这替二爷给您送礼物了 多谢你们家二爷的好意 他的心意我承受不起 你就别为难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二爷的性子 我要是这么拿回去了 我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救人一命 胜草七级浮屠 这个锤子 非常的珍贵 你可收好了啊 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 你 锦绣 这么巧啊 你有时间吗 我们聊聊吧 其实我们不是偶遇的 我是一路跟着你过来的 你 我一直想找个时间 跟你好好聊聊 跟你道个歉 你知道 我一直把明珠阿姐 当成我的亲阿姐一样 所以之前看她恼你 我自然对你也是很不客气的 不过 后来我发现 阿姐虽然现在这样对你 但她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怎么会 突然跟我说这个 阿姐这些年 一个人在上海多不容易啊 她一个女人 要在上海滩吃多少苦 才能立住脚 而你的出现 只会让她想起那些 不开心的往事 她当然不愿意见你了 她想让你离开上海 是因为 她想让你回老家 好好地生活 不要像她一样 不要像她一样 在上海滩受苦 你不要怪阿姐啊 我姐姐她 真的这么说 她还跟我说 她从小就是跟你最要好 每回她一想到这儿啊 都忍不住想哭 我想先去找她说清楚 再等等吧 怎么这么说 现在 可能阿姐心里 还过不了那道坎 不过没关系 我一直在阿姐的身边 有合适的机会 我就过来找你 带你去见阿姐 好吗 如果到时候 你们真的可以 姐妹相认的话 我也算是了立 一种心愿了 谢谢你 这些话说出来 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这个竹子好好看啊 借我戴两天吧 你放心 我不会白要的 这个给你 来 好 三更以后 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容锦绣这个臭丫头 这个镯子 我在宁元的时候 听唐海他们提起过 说是二爷母亲 留给二爷唯一的义务 二爷适而珍宝 她怎么会把这个镯子 送给这个臭丫头呢 这么贵重的东西 容锦绣居然就送给你了 是啊 她居然一点都不在乎 我倒是就应该上去 可可地抽她两个大嘴巴 替二爷好好地教训教训她 金灵 阿姐 你是不是想到 收拾容锦绣的办法了 这次让你去和容锦绣示好 倒是有几分用处的 你去把柜子上的高丽绅 给左朕送去 记住 去的时候 戴上这个镯子 二爷 精灵姑娘来了 你来干什么 明珠阿姐 让我把这颗高丽绅带来 二爷全段时间受伤了 拿这个泡茶可以补气 唐海 收着东西 送她走 是 请 二爷 我有话要跟你说 单独的 二爷 你还在生精灵的气吗 精灵心里一直想着二爷 迷了心智 迷了心智 那天 往回所以的情况下 才惹二爷生气的 精灵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我吧 说完了吗 说完你可以走了 二爷 你就原谅我吧 这竹子哪来的 二爷也觉得这个竹子好看吗 我问你呢 最近跟锦绣姑娘聊得比较头远 那天在街上碰见她 她随手就送给我了 她还说 反正也不值什么钱 二爷 你真的疼我了 滚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你真的把我送给你的镯子 随便的就送给别人 那又怎么样 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送给我了就是我的 我要怎么处置关你什么事啊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你居然敢把它随便送给别人 它 它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个人认为用钱 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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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随便送你一束花 你就把它当包一样放在心上 而我认认真真送你一个镯子 你居然把它当走是垃圾一样送给别人 我真的就那么垃圾吗 你居然不会跟你均匀 你居然不想延尔 你居然不想延三 你居然不想延 vier 欺负我了 滚 滚 死人了 只相互见谁 忏忍着眼泪 努力去面对 孤单的滋味 原来爱会伤人 别狼狈 都是我想的太美 我要找左朕 手桌呢 手桌给我 锦绣姑娘 二爷心情不太好 我看你还是 把手桌给我 既然送给我了 是不是 我怎么处置都行 对 你送我东西 只是更代表 在你心里面 感情只是用来交易的 你听清楚了 我容锦绣的喜欢 只能用心来还 你 最难过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人 在外面 佐镇你欺负我 回到这儿 他们也欺负我 我凭什么在这儿白白受气 我不 我就不信 佐镇我都不怕 我还会怕你们 我不住这儿了 怎么样 小姐 这房子还满意吧 还不错 请问一个月月租多少钱 五块钱一个月 五块钱 老板 是这样子的 我才刚入职 没有太多薪水 我每个月只能拿出 一块钱来租房子 一块钱 不要开玩笑 你还是去垃圾弄看看吧 这是一块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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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看看 来 来 来 姑娘 你这儿做房子呀 我们家就有 来 来来 进来看看 来呀 我又不吃你 来来来 来来来 来看看 我这房子怎么样 请问这个房间 一个月多少钱啊 钱是吧 什么钱不钱的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来 你就看着给呗 这样啊 因为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我每个月只出得起一块钱 一块钱 少吃少了点 谁让我心眼好呢 就一块钱吧 来 给我 房东先生 你真是一个好人 瞧你说的 还要不要 樊子 你这样很不好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那人要不咱俩商量个事 就咱俩一块过吧 你说的 来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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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只是我在这儿局目无情 姐姐不要我 安娜也走了 我能去哪儿呢 我还能去哪儿呢 怎么会是你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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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来招人的吧 我来找工作的 对不起 我忘记你叫 忘了告诉你了 我叫周牧 你不是在美华公司上班吗 这么晚了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现在问这个问题 可能有些唐突 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朋友 有简单的地方可以租给我 我现在很需要住的地方 你怎么会没地方住呢 来 锦绣快点 进来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 要给我住的那个房子啊 对啊 你怎么跟第一次去美华公司的时候 一个表情啊 哎呀 走啦 走啦 所以说啊 有些花是带刺的 碰不得 那我要是知道是走 我 好了吗 嗯 多亏了周大哥 等我已领到薪水 一定要把昨天的旅馆钱还给他 我根本来不知 你每个人都要 这次助手 我不认真是在那儿 你我不认真是在那儿 然后一直在我们 好吧 我已经在你 我自己在你 你我还是在你 我小时候跟你 我你也不认真是在你 你 我倒想看看 锦绣要是知道这房子 已经被你买的他名下 会是什么反应 不要告诉他 左朕 我和你做朋友 少说有十年了吧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你对一个女人这么少心 又是帮她找工作 又是帮她找房子 还都要这么绕着弯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 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了 这不像你一贯的风格 你要是真的关心她 就直接去见她 搞那么复杂何必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废话怎么那么多 不愿意 那好 就算你愿意 要不然这样 我偷偷跟人家姑娘 透露一下 就说是你在背后 一直帮她 怎么样 别说 这都是我欠她的情 真受不了你 好吧 你现在是个大善人 为善 不遇人知 我会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待着 永远待着 ед 我为你 我为你 穆腾先生呢 武藤老师调任去了满洲国 上海的事情 以后都有我来负责 我叫钱田隆一 我知道 在见你之前 我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 你的前置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向寒川已经完全信任你了 只不过他的弟弟向英东 从法国回来以后 对你有些抵触啊 他不会是个问题的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说吧 樱花会馆是我们立足上海的第一步 我要你尽你最大的能力 分流引导向寒川的资金 来推动樱花会馆的发展 我觉得你把我的能力想得太大了 对他而言 我不过是养了一个宠物而已 这件事要是交给我办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是吗 是吗 那你就要更加努力 努力成为向家的女主人才是 钱田先生 你会没太想当然了吧 总之这件事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没还没ее 女主人 从来没有人有机会 让我失望 怎么回事啊 连水都不会端了吗 毛毛躁躁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讨厌 这我怕 讨厌都怪那个容锦绣 这个老巫婆 想不出法子 就拿别人出气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呀 咱们公司出了新产品 董事长让陈湘梅来负责 这次广告计划 可是她想了好几个 都被退回来了 她现在啊 估计要烦死了 公司啊 以前的宣传方式 用来用去就那几个 这次啊 听说董事长想要个新的 新的 其实新的 其实新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化妆品都是用女性模特来宣传的 那为什么不能请男性呢 那 女为月己者容嘛 我们请男性模特来吸引女性消费者 再搭配女性模特的话也挺不错的 说得对呀 就应该找一个全上海都为之动容的帅哥美女来演 可是画虽然没错 但是要找一对大明星来拍这个广告画 好像不是很容易啊 对呀 其实 去哪儿找去啊 不一定要请大明星的 我是这样想的 启用我们上海滩最有名的先生和小姐 作为我们新产品的代言 一改往常只用女性模特代言的这种思路 启用男性模特最主要是想吸引更多的女性消费者 这就是我为咱们新产品设计的方案 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 谢谢董事长 不过这模特的人选可要仔细挑选才行 谁才是最适合的人选呢 上海滩最有名的先生向寒川先生 这不可能 左二爷 不可能 那就只有向儿少了 向英东 向英东风流倜傥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 不过女模特的人选呢 必须得找个配得上向英东的女人才行啊 看来也只有英明珠了 不过 英明珠可是个很难攻克的人呢 倒是有一个人不是跟他们都很熟吗 谁 容锦绣 我听姚传说 这个容锦绣是英明珠的妹妹 所以 那些只是谣传而已 不过 倒是可以让她去试一试 让我负责请人 大惊小乖的干什么 找男女模特一起拍广告 不是你的主意吗 你怎么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这次是董事长给你机会 做好了你是美华的大功臣 做不好 立刻给我走人 是 陈经理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这次大功臣 我送你 fry命 你必须 我 你买 你不得了 我 我 你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阿姐 这幅信哪儿来的 走上尤川拿来的 怎么了 小姐 有人找 谁啊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再见到你吗 姐 明珠小姐 我今天是代表美华公司来的 来谈公事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要拍摄的平面广告 我们的客户都是针对年轻的女性 以你的形象来说 好了 你们公司的产品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英明珠走到今天 我想我不需要再做这种抛头露面 让人指指点点的事情了 是是是 不过这个产品真的很适合你 而且美华也是一家很有幸运的公司 金灵 送客 走吧 那请你有空的时候 麻烦可以多看一下方案 你够了没有 可以走了吧 好 阿姐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向先生啊 或者跟左二爷通报一声 先不用了 估计是有人恶作剧 先等等看 免得让大家虚惊一场 你在这里干嘛 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那进去跟我说 因为我怕 那你像明珠一样拒绝我 啊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模特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别在这愁眉苦脸呢 我答应你 我欠你一个人情 现在还给你 不过你的女伴还没有答应 他拒绝了 谁啊 怎么可能会有女人拒绝和我向英东合作呢 怎么可能 没关系 他一定会答应的 因为我不会放弃 明珠 美国家的目标 是 我应你住走到今天 我怕过谁 董事长 我 做得好 我都已经知道了 他们明天就实装 这次辛苦你了 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他们明天实装的事吧 谢谢董事长 明珠姐姐居然答应了 姐姐到底还是对我好的 你是谁啊 我是英明珠的朋友 朋友 对 英小姐的好朋友 好朋友 那你带我去见明珠啊 我都好久没见明珠了 我想的 当然可以了 但是现在英小姐 她非常可怜 她被向先生监视起来了 不让别人见她 很多人都在骂她 说她不自爱 自甘堕落 她怎么能因为向先生有钱 就不要我们这些朋友呢 她是被逼的 她一定是被逼的 明珠说过她爱我 她又跟我一辈子在一起啊 既然你们这么相爱 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只是我不知道 你那么爱她 为她死行不行呢 死啊 当然了 你想啊 你要是活着 向先生一定不会让你们在一起 要是死了 你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死啊 一起死 对啊 死了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对啊 对啊 好朋友 你是 ホ compassion 对啊 你 due 你干嘛 化妆啊 语火化 别别别别别别 我这张脸 mı 不需要化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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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阴少 一会儿拍照的时候 摄影棚的灯光会打得很亮 如果你不化妆的话 五官会看不清楚的 一定要化的 谢谢 谢谢啊 辛苦啦 我倒是要看看 今天到底是谁 向先生 林董事长 好久不见 向先生 这次真的是要多谢您了 这次啊 您不仅放明珠小姐 来拍摄我们美华公司的广告 还让英少来做我们的明星招牌 有了他们两个 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广告宣传 一定会非常成功的 是的 那当然 不对不对 对 医生 能不能够靠近明珠小姐一点啊 再靠近一点 大帅哥 把你的手放在明珠小姐的腰上好不好 你到底怕什么 你觉得我会吃着你啊 嫂子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好了 你不是说要帮朋友吗 配合一点 殷少 闭嘴 本少爷累了 需要休息 可是我们还没有拍好啊 你搞什么呀 您懂 其实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我收到 大嫂 现在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 也是跟大哥说比较合适 好 站过去 站行吗 好 好 好的 就这样啊 别动啊 要拍了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这里自然是拍广告了 没想到在这里跟你偶遇 实在是我的荣幸 上次一别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我希望你不要再跟着我 如果被发现了 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 你怎么在这儿 长官 我们还没有把我们计划告诉他 本想来提醒他一下的 既然他不领情 那就让他受受惊吓吧 我们的演员更入戏 戏就更加精彩 可万一我们不告诉他 那个人行动起来 有危险的话 这个女人只不过是 大日本帝国的一个棋子 毁来就毁了吧 还会有心的 是 是谁的 诺言 有些人 只能够 怀念